告别上周连日阴雨的天气 今天白天各地几乎是晴朗炎热 只是要注意 新一波封面将在劳动节当天报到 由于台湾将5、6月统称为梅雨季 因此1号将是梅雨季影响台湾的第一道封面 气象署指出 今天跟明天受西南风影响 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 像是台东大午香 在下午2点25分测到36.7度的高温 不过明天开始 封面接近 水气慢慢增加 中部以北 东北部与东部转为短暂震雨或雷雨的天气 而5月1号、2号封面通过 各地天气不稳定 西班部地区要特别注意短延时强降雨 此外 东北气风增强加上下雨 北部气温再度转凉 白天约25-27度 晚间则在21-22度左右 这样的天气维持两天 3号水气减少 东北风减弱 气温逐渐回升 不过仍有局部震雨 特别提醒春夏交接期间 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 出门前还是要随时注意气象预报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